哈囉 大家平安吉祥 大家晚上好 我是阿湯哥 湯正偉老師 哇 今天呢 來點不一樣的直播 因為呢 我把材料呢 都準備好了喔 那其實呢 之前在直播當中呢 有教過大家 那之前是用口頭敘述的嘛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把 老師已經把材料全部準備好了 今天要來跟大家呢 開運時做喔 好不好 好 今天這一個呢 是非常的實用 然後呢 是一個很古老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呢 我今天要實作給大家看 那我相信呢 材料也非常的好取得 只要你DIY 善用一些 就是懂得怎麼去做 然後怎麼擺放 其實很簡單 好不好 因為呢 我今天早上去幫 去委託人家看洋宅 然後呢 下午呢 我在錄影 然後今天就錄完影之後 然後開了一個會 然後呢 就回到家裡面 那當然呢 我也是幫大家呢 去準備了很多的 今天 想要來教大家的一個很DIY的開運的小配方 那這一個呢 是非常實用的喔 超實用 而且很有效 很有感覺 那如果呢 你現在呢 假設你的運氣 正處於一個 例如說無名病痛 有些人呢 晚上很多夢 然後不好睡 或者是說呢 有一些人呢 就是運氣卡卡的 然後常常呢 很多的晦氣 或者是你的財位 常常有一些晦氣 例如說 有些人說 那個我的財位啊 剛好在廁所啊 怎麼辦 或者是我的床頭靠廁所 怎麼解決 諸如此類的晦氣呢 今天呢 大家用一個 很便宜的方法 材料要買 但是很好買 就是很便宜 然後也效果很好 然後大家呢 可以多多的做 這個是完全沒有方位的限制 任何地方都可以擺放 那這麼好康的小PayPal呢 今天呢 就真的是公開給大家了 我今天要教這個方法呢 是什麼地方都可以擺的 好 那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呢 你要準備什麼樣的東西呢 你可以準備一個碗 一個碗 什麼顏色的碗都可以 一個碗 然後呢 反正不管是碗也好 或是容器也好 都可以 那裡面呢 可以裝錢 來 我比掉了 OK 好 裡面呢 可以裝錢 首先呢 你可以這樣子 但是呢 這個容器呢 你都可以自己去找 不一定要這個顏色的碗 不一定要這個形式的碗 都可以 那當然呢 如果你的地方比較小 你找一個小杯子也可以 反正呢 你要裝一個容器嘛 首先 你要找一個容器 反正怎麼樣容器都沒關係 重點是呢 我裡面要裝錢 那裡面的錢呢 要先幫我放上168塊錢 168 好 有人說不良的風水 住進去家裡面 何時才會感覺不順 當然好風水要多就才能感應 當然就是因人而異 但通常呢 風水磁場不好都很快 原則上 你今天住在這個房子 假設已經有超過大概三年 一直都沒有很大的進展的時候 那或者是說 身體一直常出問題的時候呢 那你就必須要開始去檢查一下 這個風水是不是有問題 不過呢 沒有關係 之後在課程上我也會跟大家介紹 好 那首先呢 你先準備一個容器 不管是碗也好 或是一個小杯子也好 我裡面呢 要先裝上這個 168塊錢 用硬幣 紙鈔當然也可以 但是 我建議你用硬幣 待會我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要用硬幣比較好 紙鈔也可以 那 基本上如果你是國外的朋友 當然你可以 湊成168的硬幣 你就弄168 這是一個很吉祥的數字 因為華人的社會呢 都喜歡168嘛 都喜歡一入八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這樣 準備一個碗 然後裡面放上168 好 那16.8塊 在國外的朋友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所以不用擔心 當然我在台灣嘛 所以我一定是用台灣的貨幣 跟大家講 那如果你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16.8塊 只要你可以用得到這樣的方式也OK 那為什麼要用銅板呢 因為銅板五型屬金嘛 那金本身就是錢本來就是財嘛 那金屬呢 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有這種正宅 化煞的力量也會有 好 那這個168呢 需要洗過嗎 我個人是沒有再另外洗過的 不用再另外洗過 如果你會擔心的話 你就可以洗一遍 OK 好 那這一個呢 那碗呢 是不是透明的容器 什麼都沒有關係 所以想用個小杯子也可以 那我會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要準備這些東西 準備這些東西 有聽到嗎 好 那這一個的話呢 就是一個 我個人是用一個碗 但待會還是要看你自己 準備的容器大小為主 那今天呢 你分享這個直播呢 其實也是一個 跟大家結緣 因為這個方法呢 是一個從 我覺得如果老一輩的人 不是說老一輩啦 這樣感覺很不尊重 長輩 長輩 例如說爸爸媽媽 或者是你的爺爺奶奶 如果他以前有在接觸過洋宅風水的 那我相信呢 這個方法呢 他們應該都有聽過 然後甚至有一些人都有在做 所以今天呢 就是公開給大家 那其實這個方法本來就是 長輩祖先傳下來的智慧 這也不是我個人去發明的 來 這個呢 就是準備一個碗 然後裡面記得放168 這是第一個步驟 那168呢 假設你之前50水有煮過的柴水 你也可以用 那容器呢 不一定要碗 我剛講用杯子也可以 好 如果你準備好之後呢 另外呢 你可以準備一個 例如說臉盆也可以 最low的就是一個臉盆 或者是一個 就是裝菜那種 鐵盆 就是水 就是 反正它什麼容器 什麼材質都沒關係 例如塑膠的洗臉的臉盆也可以 或是裝湯的這個鍋子的盆也可以 那我個人呢 因為要配合家裡的裝潢 我就找一個這個比較 看起來比較時尚的 也不能說時尚啦 我覺得就是比較 看起來很順眼的 但是以前呢 長輩呢 他們一定會用臉盆 或是用 裝湯的這個 鐵盆 類似這樣的 所以呢 你可以用 自己隨便找一個容器 有沒有提拔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剛剛說 為什麼我要一個步驟慢慢講 否則呢 我不一個步驟慢慢講的話呢 我怕你待會呢 會誤解我的意思 所以呢 容器自己找 因人而異 看你喜歡什麼樣形式的容器 反正呢 你一定要記得 你這個容器呢 是碗放的進去的 就是你到最後可以像這樣的方式 我叫呢 是卡的剛剛好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學我啦 你就是呢 去找一個鐵盆 鐵盆 或是裝湯 或是洗臉盆都可以 反正呢 你這外圍的一定要大一點點的 因為我們待會要裝東西進去 所以你不可以太小 那我個人呢 就是用這個 反正外面的一定要大 所以你要有兩個容器 當然如果你的容器呢 比較小的 例如說 你想找這種小小罐的也可以 大小你等一下自己看 你也可以裝這種小小罐的 然後呢 你看 我還特別選用這個 有木頭的 然後這也木頭的有沒有 反正呢 你可以自己配色 反正就是用的好看為主 那例如說 我剛剛說 可以裝到碗裡面嘛 那我也可以把168呢 放在這個杯子裡面 來 放給大家看 好 假設呢 你是用比較小的 假設你空間不大 你用不到 那你就把168呢 你也可以裝到這裡 看到嗎 裝到這裡 好 所以其實呢 容器呢 沒有限定啦 反正只要可以裝東西都可以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杯子 也可以選擇這個碗 都看你自己 看你的容器大小為原則 這樣有聽懂嗎 那是不是 陶的材質最好 沒有 不一定 反正這個就 只是 只是要 用一個 畫煞 有招財 的一個方法 像 以前的長輩啊 他們根本也不會去 選什麼材質啊 他只是要 象徵性去做這樣的動作 只是呢 因為 現在的人 比較講究 有時候你擺得好不好看 不要擺得太low 也可以 李依潔說 小孩的奶粉罐可以嗎 當然可以啦 好不好 這叫環保嘛 我們就用 只是我就 我就比較龜毛嘛 所以我們今天呢 慢慢說 你認真聽 好不好 那一定要卡住嗎 不一定要卡住 不一定要卡住 好 不一定要卡住喔 例如說你看 我這個杯子找比較小 然後裡面放168 那我也可以呢 拿碗 然後裡面呢 裝168 都可以 好 假設呢 看你的外面的容器多大 如果你的容器 找比較大 那這個碗呢 剛好可以卡進去 或放進去 為原則 那如果呢 你的外面的容器呢 找的比較小 那你這個杯子呢 裡面裝168 要剛好可以這樣 放進去為原則 所以其實它並沒有 就是大小的限制 重點是你要記得 就是一個大的 然後一個比較小的 它可以放 可以卡住 或是放進去 為原則的這樣的容量 OK 所以我今天實作給大家看 但是你不一定要跟我 一模一樣的物品 我再再三強調喔 不用跟我一模一樣的物品 只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 就是看起來比較舒服的容器 那你也可以用奶粉罐啊 用那個 就是塑膠臉盆啊 或者是用那個 鳳梨罐頭啊 反正不管你怎樣的話 就外面那個容器 隨便你找啦 好不好 花瓶呢 不是不行 但是花瓶呢 你待會要裝東西 因為花瓶的口很小 那我怕你用花瓶去 裝的話 你待會東西會塞不進去 重點是這個盆容器要大 OK 好 拿餅乾的盒子裝也可以啊 都沒有問題 重點是這個容器 不要是會腐蝕的 不要是可能會破損的 就沒有問題 所謂破損就是說 當然我這個摔破一定會破損 例如說有些拿紙盒 紙盒久了就會破損 這就不對了 反正呢 我就是想要做一個 對 平中平的概念 OK 好 不用找一模一樣喔 硬要找一模一樣 今天教你們實作就沒有意思了 然後呢 這個其實你在實作上呢 你花不到什麼錢 OK 好 那我們準備好這些呢 168銅板呢 跟一個大容器 跟一個小容器之外呢 之後呢 首先呢 你要再去買一包 粗鹽 粗鹽 粗鹽呢 本身是可以化煞的 我沒有賣粗鹽 你可以自己去 反正很多的市場啊 都有 都有賣 都有賣 所以你可以去找一包粗鹽 那這個粗鹽呢 是實用的 或是你用什麼 金鹽啊 什麼都可以啦 那我買的這個是 我喜歡這種玫瑰鹽 粗鹽呢 我先告訴大家 它的功能是什麼 例如有時候呢 我們的居家的空間 可能濕氣很重 那濕氣呢 會帶來晦氣 也會帶來煤氣 當這個晦氣重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好像我人住在這個地方 我可能會受到這個空氣的濕氣的影響 我們常講陽光空氣水嘛 那這個粗鹽呢 我們就是要除晦氣 很好用 好 那如果你有準備這樣的粗鹽呢 其實玫瑰鹽啊 或是什麼顏色的都沒有關係 或是洗澡的粗鹽都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要粗鹽 如果呢 你準備了這個碗對不對 我剛剛講準備碗嘛 那粗鹽呢 就是幫你除濕氣 幫你除晦氣 很重要的 好來看一下 那首先呢 你準備一個碗 或是呢 我剛剛講 看你的容器大小 準備一個小杯子也可以 好 然後呢 我就裡面放完硬幣呢 168 或是馬來西亞的 新加坡的朋友 16.8 都可以 好 來 那我呢 不是剛剛講說這個 用168進去 然後呢 一個碗嘛 然後我就把粗鹽呢 倒進去 好 那基本上呢 要把它倒滿 好 因為我這個粗鹽 坦白講 因為食用的玫瑰鹽呢 比較貴 所以你看 這一包呢 還倒不完 倒不了一碗 好 好 那我是把粗鹽呢 把它平均呢 鋪在那個裡面 然後我裡面已經有168了嘛 是不是 鋪完之後就變這樣 有發現嗎 好 為什麼我要放錢幣呢 其實呢 我們一般來講 做廚會的東西呢 我們也需要 招財嘛 那錢幣呢 就是招財 好 我之前教過大家的無保草呢 其實是當你覺得 端午節洗 但是 前後節氣洗效果更好 那如果你是平常覺得自己有一點 泛衝 好 例如說有一些 晦氣啊 邪氣啊 你覺得反正很不舒服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用無保草洗 好 沒有限定 這個弄起來之後呢 你看錢也看不到了 有沒有 好 好 其實呢 據我知道 其實很多日本人也會這樣做 因為這個真的是 反正這個已經是 很古老的方法啦 好 重點是出炎 OK 有人說 洗了無保草 臉上的青春豆變少了 還有這種功效是不是 哈哈 好啦 應該是你運氣變好了 那火氣呢 火已經退掉了 OK 好 那也恭喜你喔 有做還是有差 出炎去哪裡買喔 國外的朋友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知道 台灣的這種超市 Supermarket這種賣 好 跟大家講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炎呢 本身可以吸這個濕氣 所以呢 當炎啦 你放久了之後呢 只要你這個地方很潮濕的時候 這個炎可能會化成這樣水水的 好 當如果呢 你的這個出炎呢 有出水的現象 或者是有一點濕氣 就是髒髒濁濁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出炎呢 立馬換新 那裡面的錢呢 你可以洗乾淨之後 再放進去 好 所以為什麼我要教你 就是說 拿一個碗 然後裡面放168 銅板 然後呢 這個出炎把它鋪上去 那因為這個炎呢 目的就是 假設如果我們今天 有一些居家空間的方位呢 晦氣很重的時候 我們一般可以用出炎 來除晦氣 那出炎 有個好處就是說 像我們一般 炎燈為什麼要點亮 因為炎燈 不藉由燈光的溫度的話 炎燈隨著這空氣當中的這個濕氣 它會融化掉 但是我們不能用炎燈來去這樣做嘛 這樣感覺就是太傷成本了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呢 好 大概通常一兩個月 好 看你家裡的濕度 如果你家裡的濕氣很重的話 可能你就要經常換這個出炎 這個呢 做完這個步驟之後呢 那我不是說還要準備一個大的桶子嗎 對不對 大桶子 那大桶子要裝什麼呢 好 來 大桶子呢 我們就是 你可以去買一包備長炭 備長炭 好等一下呢 因為我這邊 有一個 獅子巾 我要先拿出來一下 好 因為這個炭呢 非常的 黑 好 因為我今天穿白色衣服 我很怕我等一下衣服會弄壞掉 好 你要去買一包備長炭 好 那你要買這個備長炭呢 備長炭呢 其實它的作用呢 就是我炭景的藝術 好 炭景 來 我先拿一根起來 因為我怕把我的手弄得很髒 來 這個 備長炭 好 木炭也可以啦 那備長炭 因為備長炭呢 其實它本身呢 也有遠紅外線的這樣的功能 它也有這種除濕 除廢氣的作用 那這種炭呢 基本上一直都有效的 一直都有效 所以呢 一般的保存的方法呢 其實它沒有什麼保存的方法 你就擺著就對了 那你可以呢 就是 大概一到兩個月吧 你可以去曬太陽一次 那最好是 那種大熱天 曬太陽 它就可以把它裡面的 可能吸的一些濕氣啊 什麼的 再把它蒸發掉 都還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要準備木炭 好 那你不是有大容器嗎 這個炭呢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那基本上呢 最起碼你要放到九根 九根 我現在實做 但是因為呢 我要小心喔 因為我今天穿白色的衣服 我很擔心喔 等一下 狗到的話 真的是 要洗衣服就累了 來 我們就放九根 九根 依序放九根 那大小呢 反正天然的木炭呢 大小基本上 你很難掌控啊 你就放九根 呃 九根是最基本一定要的 但你也可以多放一點 反正都已經準備容器了 多放幾根 最好呢 九 或者是呢 三十六 三十六根是最好 那我要看一下 這個會發生 一二三四 五 然後 六 好 七 好 然後呢 八 九 好你最起碼呢 要放九根 放九根的樣子 就會像這樣 好 那當然 你可以放到三十六根 你就放三十六根 好 假設呢 我今天放了三十六根 有沒有 看起來是不是很美 好 而且呢 很像是一個加四百件 好啦 其實呢 九或三十六呢 基本上沒有一定要 怎麼樣 其實 以前的 長輩祖 現在他們在做的時候呢 根本也沒有在算數字 只是呢 我是配合呢 就是風水當中 一個很開運的集數 來去做的 好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假設你已經放了三十六根 那 這個桶子你可以自己去找 然後 我剛剛是不是把這個粗鹽呢 一個碗 然後下面有放錢幣嘛 168 那你就想辦法固定在上面 其實我放的太滿了 其實它放起來固定呢 是很美的 好 這樣子 你就把它 好 我有個方法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 就是 我有一個小杯子嘛 其實如果你太滿的話 你也可以變成這樣 你也可以變這樣 好 那現在呢 我現在為了要 實做給大家看呢 欸 等我一下 我的粗鹽的袋子不見了 欸 我不要從頭來過了 欸 從頭來過呢 太辛苦了 來 我現在呢 先 跟大家講一下 我怕大家不懂 好 再一次喔 這個呢 我先把粗鹽倒到這邊好了 好 等我一下喔 好 首先呢 你要168對不對 168 好 銅板嘛 那我就先 因為我剛剛那個碗太大了 好 我先把它放 所以你看這個直播呢 基本上呢 是完全沒有蕊過的 所以 你看 這麼真實 如果蕊過的話呢 就不叫做LIFE SHOW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先把168銅板 放進去 好 好 等我一下 當然其實 這個放銅板的這個容器啊 大小呢 配的好 其實會比較漂亮 好 我先把剛剛的錢呢 撈出來一下 好 大家可以邊聽邊分享喔 今天這個實作呢 不限國家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好 剛剛已經把168呢 全部撈出來了齁 基本上這個是 我是用實用的粗鹽啦 但是其實這個粗鹽已經被我摸人醬 也不能吃了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粗鹽呢 好 你要準備一個容器呢 這個放168 然後裡面呢 我的手髒髒的齁 不要介意 因為我剛剛拿木炭 這裡面呢 是不是有這個錢幣 錢幣 好 然後呢 你就把這個168 放到這個容器裡面呢 把粗鹽倒進去 它會不會灑出來 好 小心 要溫柔一點 好好好 就是要把錢蓋住就對了 好 來 就是 裡面已經放滿168 對不對 然後呢 粗鹽呢 看你放八分滿 九分滿都可以 沒有問題 錢不用拿去過香火 因為呢 這個錢呢 是象徵性的 好 我就放進去 這裡面有錢 又有粗鹽對不對 好 然後呢 粗鹽就是除灰器 其實木炭也是除灰器 那這個備長炭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去買備長炭的話 這個炭呢 是一輩子有用的 永久有效 基本上沒有保存期限的問題 那大概你每兩三個月呢 一定要拿去曬太陽 然後把裡面的濕氣呢 給拼出來 逼出來這樣子 那太陽大概要曬兩到三個鐘頭 其實這樣弄起來真的很美 當然你也可以用什麼 那個奶粉罐啊 剛剛說的 奶粉罐OK 或者是 呃 像那個什麼 呃 水桶 水桶也可以 然後 洗臉盆也可以 喔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喔 這樣子 放起來之後 然後它剛好就卡住囉 你看 卡得剛剛好 有沒有 有沒有 看起來就有沒有 喔 糯米給你 你要嗎 哈哈哈哈 好 有沒有覺得很美 好 你就這樣子 那但是你的容器跟 呃 材質呢 一定要找好 一定要找好 對 我個人真的很龜嘛 因為我覺得 你開運嘛 幹嘛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慫呢 是不是 好 那這樣做起來之後 我們可以放哪邊呢 好 我現在呢 大家現在的同學 既然學習很有心 我先跟大家講 我等一下也會實際 教大家怎麼看 好 像為什麼我要 有一個這種小杯子呢 好 或是你也可以用成這種碗呢 好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粗鹽呢 下面呢 好 要把錢埋到粗鹽裡面 那因為粗鹽呢 它會隨著我們的 這個氣候 環境的濕度 然後 讓它會變得 就是會潮濕 好 然後或是出水 那當你這個粗鹽出水 基本上呢 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用了 因為它代表說 幫你的晦氣呢 更新跟代謝過了 所以呢 這個粗鹽呢 當你它已經變成有點出水了 濁濁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換這個粗鹽就可以了 然後呢 擺放呢 沒有方位的限制 那如果你做好這個神品呢 一般我們可以擺放哪裡呢 例如說你常常做噩夢的人 或者是你身體呢 一直有無名病痛的人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床頭 然後呢 早期很多的爸爸媽媽呢 她是把這樣的東西呢 放在她的床底下 為什麼 睡在錢上面 每天都賺錢 賺到八八八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賺 就是賺 名南話叫賺錢嘛 賺錢 所以很多人呢 他家裡呢 可能不太喜歡擺很多 很傳統的聚寶盆的人 他呢 就會用這種 柴味呢 你看他都會放一些碳雕啊 然後很時尚的藝品啊 等等的 但其實也是在擺風水啊 對不對 只是呢 他就選擇一個 讓人家看不懂他在幹嘛的東西 所以 背長炭呢 跟粗鹽呢 其實一般 你去網路上 一般的賣場都會有 我相信我們今天直播完之後呢 應該 所有在做背長炭的廠商呢 應該都要大賣了 這個方法不是我發明的 是 是自古以來就有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呢 可以試著去做 有沒有 弄起來很美 來喔 探錦 你看看 這個就是一個純錢筒 好 那我們要怎麼擺放呢 來 這個呢 做好之後呢 例如說你的這個床 底下是廁所 有晦氣的朋友 你睡在廁所上面 睡到晦氣上面 你可以呢 把它放在床底下 那放幾個沒有限制 像有一些人呢 他在裝潢的時候 他就會買很多這種大量的背長炭 然後呢 他把它放在這個床底下 然後鋪整個滿滿滿的 然後其實呢 這樣的方式呢 其實你會越睡越健康的 好 真的 當然 當然 你說 身體有病痛 一定要去看醫生 並不是說 做了這個 你就不會生病 我的用意並沒有這樣 我的起心動念 也沒有要 叫你怪力亂神 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真的是 自古以來 很多人會用這種 開運的小撇步 只要你用心 你就可以 達到這種 開運的 能量 那 除了你的床底下是廁所 或者是說 你的柴位剛好斜對角是一間廁所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好來 我們現在來實做看看 大家等我一下 OK 好的 好 假設呢 你今天呢 柴位呢 剛好這邊 是有晦氣的 我們呢 這是我的名柴位 你就可以放到柴位 這個放到地板上也沒關係 你看這樣放起來 是不是也很美 有沒有很美 它可以變成呢 它做起來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放到地板上啊 或者是有些人 廁所 剛好壓柴位的 你也可以放到馬桶的旁邊 馬桶旁邊 這樣擺放的方式 但是你的容器呢 可以自己選漂亮一點的方式 好 那我現在呢 你也可以放到玄關 例如說呢 有些人小人很多的 像呢 我也可以把它放到我自己家裡的玄關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大門啊 假設呢 我大門的玄關是這樣的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玄關 那你可以找一個漂亮的位置 好 例如說 我玄關 這也可以放地上 都沒問題的 好 如果你覺得放地上呢 看起來很優雅 你也可以放到玄關 好 也沒有問題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有這種櫃子 好 這樣放 這樣擺起來 有沒有 好 然後 你用燈去照它 什麼的 都OK啦 其實沒有問題 然後做起來的感覺就像這樣 其實呢 它這個的訣竅呢 就是看你自己容器選得夠不夠漂亮 好 所以它也可以變成是你一個風水的造景 好 擺在柴位呢 招柴 擺在柴位招柴 好 那當然你看我這邊是柴位嘛 那我這次有個琥珀樹嘛 那我也可以這樣擺 好 我也可以這樣擺 好 你看喔 這樣擺起來也很美 有沒有 好 我決定了 擺這邊也很美 有沒有 就是橱繪啊 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樣擺也是超美的 所以其實 你只要用心的去 去佈置你的家 然後開運呢 也不一定要花大錢 是不是很像藝術品 好 我不講 你也不曉得我在做法吧 是不是 所以這個真的超實用 而且很時尚 好 任何地方都可以啦 因為這樣的方式呢 是沒有任何的 就是說 空間跟方位的限制 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晦氣很重 有需要擺的 我們都可以擺 那你隨便擺到一個地方呢 像柴位啊 有造景啊 都很好 好 那我給大家看呢 如果你今天要擺到房間 床底下 你可以怎麼擺 你看它真的很不違和耶 你放到床頭也很美 好 來 我來去那個 其中的一個 有沒有 提提提 好 我先來我的爸媽房間擺一下 欸 看一下好了 我來我的爸媽房間擺好了 因為 我房間的衣服沒事喔 好 假設呢 你現在要來房間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呢 例如說你在房間的話 你可以放在房間的 角落 床頭角落 這樣子 OK 好 你可以放到這個角落 其實也很美的 好 這樣子 例如說你可以放 這個 燈 我開燈給你們看好了 其實呢 它都是可以有一個 很漂亮的造景 好 其實 都是你用心 去生活 然後呢 開運呢 其實都 都沒有什麼限制 有沒有 你看 擺到床的感覺就像這樣 是不是也很美 好 很開心呢 我們完成了一個 很時尚的開運的 小物品 來 再給大家看一下 有漂亮嗎 有漂亮嗎 好來 好 覺得美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分享 然後我也希望呢 這個方法呢 可以帶給你呢 家庭呢 都增添了很多的 和樂和諧跟 廚會 招財的氣息 最後呢 我們就用這個場景呢 跟大家 說晚安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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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